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时候顶多说是同行 就撑死到这儿 同行 因为我们都是同行都是说像的 我们也不用讲什么素质 是吧 当然同行的话题多 同行的话题多 我经常跟台上说 这些年不是说郭德纲的出色 就是同行们的衬托 好 你别给我得罪人 谁给你得罪人 他们会传出去不合适 你不说好不好 同行们怎么说呢 其实一个人一个活法 我也是很同情我们的同行 挺同情 也挺不容易的 之前我有一朋友 咱别说哪个团子了 也不容易 天天单位开会 也没什么免出 不想开会了 中间跑回家 大家一跳 下一跳 团长跟那媳妇 在抗上睡觉 把那同行瞎的 喊不下 转身就跑 一边走 一边说 哎呀 吓死我吓死我 得快没看见 要不非说我走退 什么人性这样是 所以说哪行活着都不容易 我们从造诣上 从方便面比不了我们的同行们 那是 都比我们高 我水平也有限 也没上过血 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文凭 我这辈子 我怎么这个状态 自我批评 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同行们学习 学习 有时候出去 也经常能碰去 还碰上 前些日子上海南 去玩去 就看见了 在一飞机上 坐飞机 人家都是单位给买的票 我们就自己买吧 自己掏钱 买就找一个很僻静的地 是吧 前面有这么几个小嘎栏 买张票 小嘎栏 就是飞机前面 小嘎栏呢 那叫头等舱 别说 小嘎栏 小嘎栏 那部足道的小嘎栏 你就买张照 跟着忍着吧 我们同行们 艺术家们都在后边 六个人一排 庄严端座 咱也不敢说话 忍着吧 忍着空姐一会给吃的 给水 给报纸 给毛巾 是不是 咱偷着吧 后边 有时也可以 抓点什么吃的 扔过去 咱同行有眼神兼党 这是郭德纲吗 看见你 从里面坐前面 有名为 那叫头等舱 我要坐 我是一级演员 我得过三回一等奖 他是什么 我要去投了 解开了上下 我做头等舱 干什么呀 口气劝他 您别闹 他是自己花的钱 您那是单位买的 我不还 我要去海南 我要坐头等舱 我要去海南 我去我坐头等舱 我赶紧算吧 老师 头等舱不到海南 啥子 我赶紧算 词曲 李宗盛